主席各位同仁大家早 那個主席麻煩部長 委員你好 那個部長好 那個非常感謝今天招委安排就是 關於募兵制實施女性官士兵在軍中的發展 我本席因為比較少到國防外交委員會來 本席這樣一放眼看下去 這個將軍級的新興沒有一位女性的將軍 這個我相信招委有注意到 今天辦這樣子的一個專題報告的部分 希望一年後兩年後不要同樣的狀況 那顯然這樣子的報告案是都假的 希望有這個有朝一日 希望不要太短 看到這個下面真的女性的軍官降臨的部分 真的是能夠在下面 那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就是事實上我知道國防部在今年的招收 就關於報考的這個自願役的部分 募兵制嘛 因為這招收 男性預計招收一萬四千名 可是就募到的只有大概八千多名 那女性原來只預計招收八百名 可是最後最後卻因為報考人數有太多了 然後導致那個增額錄取到九百名 那我們可以看出來這個事實上女性 現在願意這個從軍 來擔任軍旅的這個部分 意願也非常的高 可是我看到這個九十八年監察院的報告裡面 他有寫國防部你實施全募兵制 對政府財政及國軍的戰力影響的專案調查報告 他最後有建議國防部 就是關於這個女性士官士兵的比例 不要以八點二為上限 那在國防部今天的報告裡面 看起來也有提升到十一點五左右 那顯然在整個整體比例上是有提高 可是事實上本席看到的就是女性在報考的這個名額上面 還是有限制 那甚至在國防部我知道是還有一個體能訓冊的這個標準 這個體能訓冊標準基本上是沒有分男女嘛 男女都標準之一致 不一樣不一樣 男女的標準還是不一樣 不是在報考 我現在是講那個體能訓冊的部分 就是國軍體能訓冊實施計畫101年度的部分 那基本體能的標準 女生跟男生跟年齡都有不同 基本體能的標準是一樣的 我看到的這個101年的標準 事實上是關於那個標準表男女均同 但是在報考的時候 其實部長我其實是要談的是 我們在體能訓冊的標準 進來之後訓冊的標準男女均同 可是我們在報考的時候 因為有分名額的限制 女性錄取的名額限制 然後體能的標準也有不同 請問部長這是基於什麼樣的考慮 男女本來就是我們的測考裡面也是不一樣的 男生女生 男生的年齡也不一樣 他的標準 比方做福利挺身 男生女生 女生的年齡 他的不同年齡 他要求標準也不一樣 部長有沒有可能將來在招募的時候 我們對於各個軍種 各個這個職務的部分 我們事實上所缺額缺兵的部分 可不可以依照他的實際上體能的需要 你在報考的時候就是定一個基本的標準 不分性別 沒有辦法到達的部分呢 他就是沒有辦法錄取 你也不需要為這個女性突然降低標準 但是這個基本體能的標準可不可以定 但是不要去限制女性的錄取名額 這件事是有可能在整個國防部裡面的考量 是有可能朝向這個方向嗎 我記得這個本委員會裡面的蕭美琴蕭委員 大概也有相關的類似提案 是希望說針對錄取名額的部分不要去分性別 那當然在報考的同時體能的標準可能就會變成是不分性別 有一個基本的一個門檻標準 那你在報考那你這樣子才不會有這個男性不願意來 但是女性卻願意進到軍旅 但是卻因為被你的那個 錄取名額卡住了 那導致你最後你還要再去酌量酌情 去給他增額錄取 這部裡面有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方向調整呢 這個我們會調整 主要針對性有一些有限制性的 對 或者有一些 我知道你的報告裡面有啦 就是有一些像例如說陸軍 除了這個就是戰車跟自走炮車 我知道你有分喔 各個軍種不同的一個限制 另外就是這邊的女生員額已經太多了 對 這個也要做一些調整 剛才幾位委員今天 招委排定這個 這個專題報告 目的我們其實就是要配合募兵制啊 我們當初各定各項的限制 就是要放開 重新檢討 重新檢討 對不對 今天委員所有的這個 你們都會帶回去嗎 帶回去 一定會好好檢討 那部長既然要帶回去重新檢討 你今天的報告裡面喔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報告 就是呃在第七頁裡面有提到就是說 針對現行的國軍人員請假喔 你會發現喔 其實大部分喔 這些請假的女性官兵喔 重返職場的部隊精管喔 就是難以完整接續喔 會碰到他們在職場環境裡面 可能面臨到的問題 可是事實上本席有發現喔 我們的部隊其實主要還是男性居多 好女性其實戰女性的軍事官其實 事實上戰的比例並不高 可是按照本席喔 拿到的軍人申請運營留職停薪的建設 在民國九十九年是三百七十三件 一百年是九百一十五件 也就是說一百年的女性 申請運營留職停薪的比例是八十二 percent 男性只有十八 也就是說以男性為主的 這個大的一個機構裡面的 這些軍旅的這些員工 你會發現其實還是以女性 申請運營留職停薪比較多 那這到底是為什麼 第一個男性不願意申請 確實是會影響到考基升檔升遷 還有甚至他重返這個整個部隊 他真的是很難接續嗎 那這事實上我們今天在談女性喔 我們在談的是性別平等 如果任何一個工作 對於去鼓勵他去請假 或者是育嬰留職停薪之後 其實不分性別 如果這個機構讓他重返職場 就是會面臨到很難接續接管的部分 甚至對於他的身先都會有影響 這個單位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單位 你這樣談性別平等就不夠 我認為不應該對男女來講 他們所重返職場 應該不受到各種限制 是不應該要有嗎 對不對 可是你會發現第一個 男性就不願意請 因為他非常清楚在這個大環境之下 這個文化裡面 就是不可能讓他請這個假 那請假比較多的女性呢 事實上他面臨到的一樣同樣問題 甚至他原來的性別的身份 他原來在家庭的身份 為人妻為人母 讓他逼得不得不去申請育嬰留職停薪 可是他還是面臨到同樣的職場環境 他更是需要我們部裡面 去針對他面臨到 從回職場的時候必須要去接續的問題 而不是讓他逼得不得不去轉換職種吧 我們在今年十一月的時候 事實上我國第一個那個女建長 謝愛姐中校 他就是因為家庭因素嘛 後來就只好不得不去離開 然後申請者 部長不能把這個全部當作個人 我現在我們在談性別的時候 如果我們都把任何女性的這個軍人 軍事官的部分 都把它當作是個人意願的話 我們部隊永遠沒有辦法改變這些 都是下面都是男性的軍官 看不到任何一個女性的這個將領 將來的這個申請 就看不到他往上爬的過程嘛 我們在談性別其實需要這個東西 部長其實我希望您能夠有一些誠意啦 木兵其實是需要女性共同參與啦 當然 因為我們面臨現在國內的少子化 你要從哪裡木 你要從哪裡木 你男性今年的每一年的這個胎兒的這個性別比的部分 就是女嬰多於男嬰 你現在你要非常的明確的看到現在 整個新的世代的部分 他的人口事實上出生率這麼低 你不去面臨這個整個性別的問題 女性從軍的問題 這個環境改變的問題的話 事實上你沒有辦法去解決你們這個木兵的疑問 我們就是看到這個問題啊 所以謝謝找委的安排嘛 我們就認為女性 我們當初定這個百分之八的上限呢 是不符合這個時代潮流 以及我們木兵的需求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報告裡面最重要的就是打破 如果原來的這些限制 更重要的是要聽取各位委員提供這些寶貴的意見 我們會聚加加以修正 是 所以今天所有的委員意見我們都會加以整理的 謝謝部長 是 那部長我就最後再問 我今年大概今年上任的時候 我曾經開過一個記者會 就是國軍招募也嚴重歧視 我不曉得你們部裡面有沒有後續有人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列管 沒有列管真的該打屁股 那個當時針對今年一百年那時候女性關於國軍招募 對於女性從軍他有一個條件就是體能的要求 他說女性如果有兩槽這個卵槽 兩側的卵槽切除子宮內膜異位等情形的話 都不得報考不得加入國軍行列 那本席當時是有主張說 他這個是內部的這個身體的部分 卵槽切除跟子宮內膜異位 有些時候不一定會影響到他整個體能表現的狀況 而且你沒有任何的醫學的憑據認為會影響他體能標準 你憑什麼自己就設定這樣的標準 把女性認為切除卵槽跟子宮內膜異位症 就認為他就是一個殘缺 不得報考 那當時是認為這是有歧視女性 不然的話你國防部有種 你就去提出任何婦產科醫學或相關的醫學報告 那我想請問一下 因為今年年初 但是針對今年報考的部分 本席有這樣的質疑 請問明年的這個招募的部分 是不是已經有注意到了 部長 這個資料我們請軍醫局已經做了一些研討 但是有些部分這個 軍醫局有婦產科嗎 軍醫局有婦產科 有婦產科 我們上次質詢以後 那我們就非常注意這個事情 關於這個子宮內膜異位症已經拿掉了 子宮內膜異位是可以拿掉嗎 因為記得我記得那個台灣大多數的女性子宮內膜異位 有時候是不需要 不會根本不會影響到體能 所以這一點已經改變 那暖巢切除呢 但是兩側暖巢切除 因為相對於男性他有一個兩側鎬丸 如果缺失或者是沒有降到硬朗也是一樣拿掉 因為兩側的鎬丸如果沒有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對男性認定他是殘缺體能標準不足 所以對女性的部分你也同樣就是這樣認定 所以沒有任何性別上的考慮 就是通通歧視就是通通不得報考 所以 因為我們也找過這個婦產科的醫學會 他們也認為說如果兩側的暖巢拿掉 第一個人數非常的少 那你把那個婦產科醫學會你們的討論 針對所謂的醫學報告的部分給本席好不好 所以今年的那個關於檢章報考的部分 事實上把子宮內膜異位症這個部分已經有拿掉刪除了嗎 對不對 沒有設這樣的門檻 好 那我是希望說今年的部 明年的招考的檢章至少子宮內膜異位症 看起來不會是女性報考的門檻 但是我還是認為你們針對女性殘缺的這個不標準 還有一些陸續應該是可以檢討的 否則女性要從軍 你動不動就認為他不適合 就懷疑他體能不適任 那這樣子的話對於女性從軍的意願事實上是會降低的會大打折扣的 我不相信你這樣子你的募兵的來源會有足夠 那我們希望把這個意見也一併的帶回去 本席還是認為啦 兩側卵巢切除這件事情 其實不一定能不會影響到 不足以認定他會影響到體能標準 對於這一點事實上還是應該要重新研議檢討 我們再帶回去研究一下 好那麻煩一下好不好 謝謝 謝謝